在70年代,中国影坛曾出现过一位传奇的女星 她不仅演技出众,而且容貌迷人 有粉丝曾这样评价她 清水出芙蓉,天然无雕士 她就是曾被誉为上瘾一枝花的吴海燕 吴海燕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 父亲是政军级干部 还是上海京剧院的创建人 母亲是军区文工团演员 小时候吴海燕的成长环境十分优越 但家人对吴海燕的教育却从来都不是富养母模式 从小吴海燕就被家人安排的明明白白 吴海燕五岁时开始学京剧 稍微长大一点,又被送到福建省戏剧学校 在这里一待就是六年 十一岁时,中专毕业的吴海燕 因为成绩优秀被分配到福建省京剧团 别看她年纪小 只要她扮上妆可就是戏中的主角 永远是台上最引人注目的那一个 在京剧团里 吴海燕先后出演过《红灯记》、《智取微虎山》、《骑袭白虎团》的大戏 各个都是大家最熟悉的许目 然而京剧终究不同于影视剧文化 它所能提供的舞台有限 也就在此时,一个机会正悄悄来到吴海燕的身边 1973年恰逢当年的北京电影制片场正在筹拍剧情电影《海峡》 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出演《海峡》 当时导演钱江正在福建挑选外景 机缘巧合之下 钱江看到吴海燕在京剧《龙江宋》中扮演的江水英后 当场拍定要吴海燕来出演海峡 当时的吴海燕除了外在形象上贴合主角外 多年在外的求学经历也让她占尽优势 她不仅能吃苦,还有一颗坚强的内心 这些都是一位海岛女民兵队长身上必须具备的气质 于是吴海燕就这样被戒掉到北影场 事实证明导演的眼光没有错 电影《海峡》上映后赢得一片叫好声 特别是吴海燕所扮演的民兵女队长大获好听 可好景不长本该在荧幕上一展手脚的吴海燕 再度被调回福建省京剧团 回到当初的京剧舞台 但是这样的好演员从来不会被埋没 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场通过协调 直接将这位潜力鼓收入自己的演员剧团 进入上映场后 吴海燕先是主演了有口皆碑的电影《绿海天涯》 后又出演了《等到满山红叶时》 《白莲花》等多部筷制人口的作品 在荧幕上大放一彩 吴海燕也因此成为上映场的门面担当 被誉为上映一枝花 这一切也是吴海燕从来都不曾想到过的荣誉 如今这位66岁的老艺术家已经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他从群众中来最终又回到了群众中去 相比之下如今浮躁的娱乐圈后辈是否来学习一下这位老艺术家的低调呢 将个人精力放在作品上 而不是无休止的操作上 关于他最新的动态 则是在去年上映演员剧团创作的大型话剧《日出东方》中 吴海燕与众上海的艺术家同台表演 从侧面看 这位老艺术家依旧是风采不见当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